最近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板凳有点坐不住了,英国媒体和官员已经提出要跨越大西洋,对马斯克来一次大追杀。 卫报在8月9日发表文章,你知道还有谁应该为英国的极有意骚乱而接受审判吗? 马斯克声称要对马斯克在英国骚乱中的行为进行审判。 随后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罗利点名马斯克,说我们将动用法律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些人,不管你是在这个国家的街头犯罪,还是在更遥远的网络上犯罪,我们都会对你紧追不舍。 BBC发文呼吁,根据2025年下半年实施的在线安全法,有依据向推特公司高层追究刑事责任,马斯克怎么了?这位世界首富为何得罪了英国? 8月4日,马斯克正刷着X呢?看到英国骚乱的帖子,就随手回复了一条,内战不可避免,没想到,虽然马斯克就发了这么几个字,但是他有两亿粉丝,这传播力量杠杠的,终于让刚上任就遇到大乱。 焦头烂额的英国首相斯塔莫找到了靶子,估计马斯克在第一次对英国骚乱发表评论的时候,想破脑袋也没料到,他的一句话,竟然最终会让英国把引发骚乱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。 英国的本次骚乱开始于7月29日,当时在英格兰西北部邵斯波特镇,发生的义气持刀袭击事件,一名17岁男性嫌疑人,闯入小学生舞蹈课行凶,造成三名儿童死亡。 多人受伤,嫌疑人是一名黑人小哥,名为鲁达库巴纳,警方以嫌犯未满18周岁为由,拒绝公布他的个人信息,于是网上便传言,此人是去年才抵达英国的难民,并且是穆斯林。 7月30日开始,伦敦、利物浦、布里斯托尔、赫尔、曼彻斯特等多地发生抗议活动,抗议逐渐蔓延,演变为骚乱,更有不少人趁机搞起了零元购,从超市搬东西回家,全英国警民激烈对抗,乱成一团,上演了一道又一道的美丽风景线。 然而英国政府的脑回路,却和一般人不太一样,针对民众对于移民的不满,他们给出的解释是,这个嫌疑犯是出生在英国的卢旺达移民后代,属于一二代,完完全全,彻彻底底的不是移民,就是英国本国人,所以抗议毫无道理,应该马上停止,对这英国民众可不答应。 看你这肤色,看你这脸型,咋看都不是咱暗撒人,你不是移民,谁是移民,我们就是要反移民,我们要抗议移民抢走了我们的工作,破坏了社会秩序,杀掉了我们的孩子,骚乱愈演愈烈,抗议者们袭击了清真寺,难民收容酒店和商铺,与警察爆发了大规模冲突,一看形势控制不住,英国政府又出昏招, 组织了几万支持移民的群体上街游行,与抗议者对着干,结果是越来越乱,近年来非法移民,经法国偷渡至英国的现象日益严重,今年截至六月底,已有超1.3万非法移民,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,创四年来新高, 同时英国十几个城市的市长都是穆斯林,印度人的后裔一度还当上了首相,政府对移民一律安排宾馆住宿,每天给非法入境者住宾馆的房费,就要花掉600万英镑, 英国本土昂撒人自然是极其不满,一点火星就可能引发咒怒,因为有这种深层次的矛盾,人们哪会去管犯罪嫌疑人,到底是出生在卢旺达,还是英国,英国白人只看肤色就认定这是移民所谓了, 然而斯塔莫政府不这么想,他们把责任推到了网络谣言煽动上,因为鲁达库巴纳出生在英国,既不是移民,也不是穆斯林,所以网上的都是在造谣,英国警方调查后认定,引发这场骚乱的最主要原因,是有关袭击儿童嫌犯身份的谣言,这些谣言应该谁来负责呢? 当然是网络媒体了,这些媒体包括X,脸书,抖音等等,造谣人员包括,极右翼团体英国国防联盟创始人罗宾逊,因应美国网红泰特,以及上面那些媒体的大老板们,斯塔莫将暴力骚乱描述为极右翼暴行,并指责是境外势力组织的,是通过在网络上挑拨英国白人和穆斯林矛盾实现的,境外势力在网上放大虚假信息, 是针对英国的颜色革命,于是英国政府对他们祖祖辈辈维护的言论自由下手了,斯塔莫亲自警告社交媒体公司,在网上煽动的暴力混乱,是发生在你们地盘上的犯罪行为,英国监管机构向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发出紧急警告, 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,处理英国网络上的煽动仇恨或调戏暴力等内容,英国科学、创新和技术大臣凯尔,会见了X等公司代表,敦促他们与英国政府合作,阻止关于此次骚乱的信息传播, 8月7日,英国通信管理局发表公开声明,强调了英国尚未正式实施的在线安全法案,要求企业尽早按照法案的规定审核平台内容,否则英国通信管理局将来可以对企业处以罚款,数额高达企业全球年收入的10%, 英国政府负责管理虚假信息的部门,国家安全在线信息小组,开始在社交媒体上,收集传播虚假信息和煽动暴力的帖子,并向各大平台发出警告,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删帖,只有投帖的马斯克,不仅不删帖,还亲自发帖,跟英国政府干上了,马斯克为什么要跟英国政府硬杠? 看他的帖子,似乎是他的思想还比较传统,马斯克转发了网民的一个帖子,事实上奥威尔的1984是以英国为背景的,这很失忆,马斯克可能没想到,1984中对专制社会的极致想象,会发生在现实中的民主国家英国,英格兰和威尔士检察总长帕金森已经承认,我们确实有专门的警察在搜索社交媒体, 他们的工作是寻找这些材料,然后进行身份识别,逮捕等,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名参加骚乱者被捕,其中30多人被控犯有网络犯罪,多人已经因为在网上发帖,被判处12个月到3年不等的监禁, 一名美国男子在网上发布了英国政府认为对英国不利的一个帖子,也遭到英国警方的通缉,英国警方还声称,要将这名美国男子,引渡到英国接受审判,很明显,如果不硬钢的话,下一个被通缉的可能就是马斯克, 马斯克批评了斯塔莫政府,大肆抓捕英言获罪者,对真正的暴力犯罪却视而不见,这个帖子说的没错,英国政府已经提前释放了一些刑事罪犯,腾出了500个监狱床位,用于关押本次骚乱中的犯罪者, 英国政府对于移民犯罪判决十分宽松,但对本国人却更加严苛,斯塔莫最遗憾的,可能就是没有英国自己的网络平台,他不得不到X上说,我们不会容忍对清真似活穆斯林社区的袭击,结果立马被马斯克反唇相击,你难道不应该关心对所有社区的袭击吗? 斯塔莫无言以对,如今马斯克和大英帝国的口水账还在持续,马斯克已经开始对言论自由进行大声疾呼了,但是以马斯克的格局,他依然没有看到,言论自由只是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来,为自己精心编制的一块折羞布,只是用来干涉,控制别国的工具,他们从来就没有真的用言论自由来约束过自己,回想五年前在中国香港发生的事情, 那时的英国高举的人权,自由,民主大旗,现在到哪去了?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国民一点言论自由,而是让因言获罪这样的事,发生在民主国家的国民身上呢? 在被马斯克接下了知修部之后,英国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出来,在国际社会上蹿下跳,挥舞人权大帮,干涉他国?